今天开始对焦的是您 然后当你转过去的时候 很快就对焦到您的小伙伴 对对对 然后再你转过来的时候 又回到我这里 哇哎呀很快耶 是的 如果您想要编辑 那我们点一下编辑 比如说我想在这个 我当我在播的时候 一直是对焦给您的 到这边我也对焦给您 嗯嗯 它是锁定对焦 你可以不要这些效果 你可以直接把电影点到这里 就是正常的一个办法 哦所以它其实同时可以出来 出来相当于出来两个 一个是非电影效果 一个是电影效果 对就是你可以不要这一点 现在是不变焦的状态是吗 对的 而且当你在编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虚化 我想把虚化的更多一点 哇天哪 对我了解它的警示 对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Yuan 那如果说近期最热的产品 一定是刚刚发布的 iPhone 13系列新品 在发布之后呢 就有很多小伙伴私信我们啊 说哎呀自己该买哪一款 哪一款最适合自己 所以这一期视频 我们就集齐了18款iPhone 各种配色 从mini到Pro Max全都在 那本期视频就带大家仔细看一看 来给大家挑一挑 到底哪款最适合你 咱们先来看看最小杯 iPhone 13 mini啊 它有五款配色 粉色蓝色红色星光色五叶色 先来问问大家 如果是你 你会选哪个颜色呢 这个粉色是新增的配色 非常的少女心 也是所有配色中最温柔的颜色 哎 当时发布会之后呢 就有我的女性朋友截图来问我说 想要买这款 那我想问一下啊 这是你心中的那个粉色吗 蓝色呢 是饱和度较高的这种蓝 再加上它是亮面的玻璃 所以整体会有一种亮蓝色的感觉 而新光色是像牛奶一样的奶白色 看上去会比较柔和一些 中国红呢则是鲜艳的大红色啊 非常符合咱们中国喜庆的需要 午夜色其实并不是黑色 它是黑色上面加一点点的那种深绿色 就好像是午夜的天空星辰吧 就比较深邃的感觉 而除了丰富的配色呢 iPhone 13 mini最大的特点就是轻薄小巧 5.4英寸的屏幕大小 单手握时操作毫不费力 那为了更舒服的手感可能也是小屏手机 还要怎么买它的最大理由 所以也想问一下大家啊 你会选择一款小屏幕吗 会的话扣1不会的话扣2 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13 mini呢并不因为尺寸小而会减少配置 它也是一台5G手机 它也搭载着和iPhone 13 Pro Max一样的 A15的仿生芯片 包括超磁晶面板 超视网目XDR显示屏 全新的超广角和广角摄像头 最新的电影效果模式 再加上128GB起步的存储等等 这些它是都有的 所以呢 大家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 它只是小一些 那整体性能依然是旗舰的级别 OK 接下来再来看看更大众化的iPhone 13 那它有着和迷你一样的猛男粉色 以及湖蓝色 午夜色 白色和中国红 这几种颜色可以选择 和iPhone 12相比呢 它的外观改变其实并不多 一个是相机布局改成了对角排列 由一个1200万像素的F1.6广角镜头 和一个1200万像素的F2.4超广角镜头组成 那另外一个改变就是屏幕流行 而比12缩小了20% 还有一个改变就是屏幕玻璃的硬度变得更硬了 那其他的就没啥了 那么在配置上呢 A15仿生芯片 5G超磁镜面板 超视网幕XDR显示屏 摄像头参数规格选择和mini都是一样的 而只不过它的尺寸是6.1英寸 所以比mini更适合主流人群的日常使用 而实际上手的重量呢 我也感觉是比较适中的 相比于前两者的亮面玻璃 iPhone 13 Pro和13 Pro Max的磨砂后背 看起来会更有质感一些 Pro呢是6.1英寸 Pro Max是6.7英寸 银色金色石墨色大家并不太陌生了啊 新增了这个远峰蓝色 是发布会以后 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刷朋友圈的颜色 真机的远峰蓝 肉眼看来是一种淡淡的蓝色 相比于13 mini的深度亮蓝色 远峰蓝色更像是一种清爽的夏天的感觉 那么Pro系列Pro在哪里 主要体现在影像方面了 先来看一下它后置摄像头的参数 它的广角摄像头采用了更大的光圈 也是iPhone迄今为止最大的感光元件 支持三倍的光学变焦 夜间模式也适配各个焦段的镜头等等 我们也实际看一下样张啊 比如你看这张照片 窗户外面没有过曝 内部的人物细节依然丰富 放大后你可以看到根根分明的头发丝 那像这种夜间复杂光源的人像样张 不同层次的光都打在这个人的衣服上 大家可以看到层次感也得到很好的保留 而超广角和长焦的表现 从样张上来看也非常的稳定 当然也有待于我们拿到之后 后续给大家来实测 全新超广角摄像头的对焦距离呢 可以贴近到两厘米 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以拍摄这种花朵中间的微距照片 或者是水果上面的小小水滴 而不只是拍照片 在拍视频慢动作延时摄影的时候 也能用微距来实现 而且它是会自动变化的 那么在拍照设置的界面里呢 你可以看到啊 这里新增了一个按钮 叫自定义摄影风格 你可以通过调整色温和色调 来设置你独特的拍照风格 苹果也设定了一些风格可以直接用 比如高饱和度 高对比度 或者暖色调 或者冷色调等等 而我自己呢 最想体验的是电影效果模式 啥意思啊 大家看这两个女生 开始是对焦在第一个女生脸上 当她转头的时候 手机自动变焦到后面的女生 而当第一个女生又回头的时候呢 焦点又重新回到她身上 这全部是手机拍摄时的自动判断 同志们 这个背后是啥 是惊人的算力支持和智能化的调度 而拍摄完成之后 在编辑的页面 你还可以进行焦点的切换 或者锁定一个人的焦点 这对于视频创作来说 那就相当于我有了一个小机器人啊 就是可以进行智能的自动变焦 我也现场实际测试了一下 比如现在是枸杞在视频中 对吧 它是清晰的焦点 而当我走进画面 靠近手机 视频焦点去切换到我身上 枸杞的画面是被虚化掉了 而当我离开镜头 焦点自动切换回它身上 那其实我如果觉得它的切换 我不满意 或者说我想改变叙事的结构 那我也可以在拍摄完视频后 再次编辑焦点的切换 甚至景深的大小 那它其实就相当于是将拍摄和剪辑 彻底融为一体了 这个功能目前也是支持杜比世界HDR的 并且它在广角端 长焦端 以及前置原深感摄像头上 都是可以用的 另外它也是首次 可以在iPhone上实现一ProRes 或杜比世界进行拍摄加剪辑 就是实现了什么呢 就是实现了一站式专业影像的制作 通过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的是 这次iPhone13将重点放在了视频拍摄上 对于我体验完之后是真的蛮激动的 那后续呢 我们也开始准备更详细的 更多场景的影像体验了 也欢迎大家小手点点关注 敬请期待 iPhone13 Pro系列 这次还首次推出了 具有10到120Hz 自适应刷新率的promotion功能 它最高支持120Hz的自适应刷新率 可根据用户浏览的内容来自动切换 大家呼唤右的高刷终于来了 我们也实际上手打了一把游戏 A15芯片加上100Hz高刷 在游戏过程中 无论是游戏本身的流畅性 还是屏幕高刷带来的这种稳定流畅 都得到了提高 而iPhone13系列的屏幕本身素质已经非常高了 那再开启外放配合个大屏 有一说一 这个游戏体验是真的不错 给大家感受一下 而续航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点 根据官方的信息是iPhone13 iPhone13 Pro Max 比上一代12系列的续航时间 多出了2.5个小时 iPhone13 mini和iPhone13 Pro 是比上代多1.5个小时 基本能做到全天满电 对于这个我只保留态度 待我后续有时间给大家做详细的续航表现的测试 接下来我也给大家汇总了一下 这4款的机身尺寸与重量 那么它们的尺寸与重量如上 其中大家可以看到 13 Pro已经上到了204g Pro Max也上到了240g 其实重量还是非常有的 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也建议 如果你没有概念 可以到线下店里去实际上手体验一下 那么这4款的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 那么mini是5199元起步 iPhone13是5999元起步 13 Pro是7999元起步 13 Pro Max是8999元起步 那这次的价格相比于同期也是有降低的 所以也是为什么在发布会之后 很多人就喊出了那句话 13箱 那么总结一下这4款的购买建议 哪一款更适合你 如果你是小屏手机爱好者 就是非常注重拿在手里的这个手感 轻薄舒服 那你平常充电非常方便 没有啥外出的续航焦虑 那我觉得iPhone13 mini是可以入的 那如果你是专业用户爱好者 我比较推荐13 Pro和13 Pro Max 因为在影像上面 它们会有更大的创作空间 和更好的影像表现 而选Pro还是Pro Max的区别也很简单 你如果喜欢更大的屏幕 能否接受Max的重量 如果都能 那肯定是大屏幕越大越好 那如果你觉得Max实在太重 那Pro也是完全够用的 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买什么 你就是日常普通使用 也没有特别重度的影像需求 就想买一台新的iPhone13 那么我觉得iPhone13 就是属于大众购买 不会错的一款 而手持iPhone12系列要换吗 其实本次iPhone13相比于iPhone12的 升级点并不太多 重点也是在影像方面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的影像不是刚需 没有必要更换 那如果你是为了更好的影像表现和体验 换最新款的iPhone13 当然是可以体现到最新的拍摄能力 对于我自己而言 在这四款当中 我会选择一台iPhone13 Pro当主力机 因为我有影像需求 但是Max实在是太过厚重 所以权衡一下 Pro最适合我 这也是我的购物理念 大家一定不要盲目上最高的最贵的 而是要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而至于如何购买去哪里购买 要不要等 那么现在呢 其实已经早就开始预售了 大家通过官网也可以直接订购和购买 那包括线下的Apple Store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通过官方渠道来购买 这样可以保证大家的产品质量和售后 整体服务的话会更保险一些 而至于是不是要等双十页 这个我觉得就是早买早享受 晚买想折扣 这个就是根据大家的经济能力 以及你当下的需求来定了 那不知道大家是选择什么时间节点来购买呢 也欢迎大家能够打在弹幕里面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OK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时间有限产品也比较多 如果还有大家没有被解答到的问题 那也可以私信留言告诉我们 那当然了 关于iPhone13系列更详细的评测也在路上了 欢迎小手点点关注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月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